3-2-1-Action 那麼今天的話呢 史蒂芬為大家帶來的這雙新鞋呢 是來自Ribbo他們家的 那麼這次這雙鞋子呢 是一雙三方聯名款 是由這個Ribbo Paperboy Paris 還有Beans他們的三家三方聯名 那麼這次的聯名款呢 Ribbo他們是用了一雙超級經典的鞋款 這個Ribbo Cup C Legacy 這雙鞋呢 我個人覺得是非常的復古 非常的好看 這次聯名的這個Paperboy Paris 我第一次聽到這個名字的時候 我一開始就是不知道 它是一個什麼樣的東西 因為可能早前我有聽過 他們跟別的一些聯名的鞋子款式 但是我具體呢 是真的沒有深入了解過 什麼是Paperboy Paris 那麼這次看過一些網上的介紹 還有一些短視頻之後呢 了解到它是法國的一家餐廳 那麼Paperboy Paris 他們家的老闆這個James呢 想把他們的餐廳 打造成一個潮流空間 那麼這個James的話呢 他是一個非常注重自己家庭 還有他團隊的一位老闆 與此同時呢 他也是一個非常有童心的人 因為這雙鞋子的這個設計靈感呢 是來源於他的童年 他是玩任天堂這個遊戲機 那各位如果有玩過應該也比較了解 那麼其中有一款遊戲呢 就是關於這個Paperboy的 其實說實在話 史立芬是聽都沒聽過 那當然字面意思應該就是一個送報紙的遊戲 那麼這一次這雙聯名鞋的話呢 我個人覺得是細節拉滿的 不管是從這個鞋面上 還有這個鞋墊 還有這個鞋舌 都有不同的這個特色在上面 那麼首先我們先來聊一下鞋身 那麼鞋身這個部分的話呢 各位也可以看得到 有他們家的這個logo Paperboy 那麼鞋舌這個部分的話呢 各位可以看得見 它是有一個小男孩戴這個帽子 仔細看的話呢 應該能夠看到 帽子上面是有一個花的 這個花呢 是非常非常經典的這個RIPBO 他們家的一個logo 鞋墊上面是有三方聯名的這個品牌名字 隔壁還畫了很多不同的APP 這個除具啊 我覺得還是挺特別的 那麼來到鞋尾的部分的話呢 各位也可以看得到 有這個手鞋的RIPBO的字樣啊 還有這次的鞋帶也是相當的有意思 上面印滿了這個Paperboy的這個單詞 可能有些朋友會覺得這樣比較花 那不要擔心啊 隨鞋呢 還會附贈另外一副純白色的鞋帶 如果你喜歡比較簡單一點的話 你可以換上白色的鞋帶 那麼說到尺碼方面的話呢 我個人推薦要買小半號 因為這次我拿到這雙鞋呢 是43嘛 我上角之後覺得是有一點點的鬆動的 就給各位提個醒吧 如果你在購買這款鞋子的時候呢 可以買小半碼 那麼介紹完鞋子的細節之後呢 現在給各位展示一下上角 到底是什麼樣的效果 我們可以買小半碼 i can move my mood along What I cannot say you'll hear through my guitar She told me at the baseline And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 She told me that the groove is mine And it will take us through the night Where I go Can't explain I'll never know But it's beautiful Well 今天的視頻就到這裡了 不知道各位覺得這期視頻怎麼樣 那如果各位喜歡的話 記得這個點贊 投幣還有收藏三連一波 然後歡迎在彈幕和留言區告訴我 你們下期想看什麼樣的內容 今天的視頻就到這裡 精彩內容陸續有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哇超熱 走了